截至当地时间8日14时 巴西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5927例 比前一日新增2210例 里约热内卢的四个平民区已出现6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 巴西提出对外采购12亿雷亚尔 约人民币16亿元的医疗和防护设备以补充库存 然而巴西连续找了四个国家都被拒绝 只有中国立即就答应了 毫无疑问 中国接下的这笔订单对巴西而言是雪中送炭 不过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不仅不感恩 反而还发表污蔑言论诋毁毁中国 温特劳布在推特上将新冠肺炎疫情病毒源头同中国挂钩 并以充满种族歧视色彩的口气嘲讽中国人讲葡萄牙语的口音 对此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进行狠批 指责温特劳布发表此番言论细血液而为 荒谬可耻 意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据悉 温特劳布本人常年奉行亲美合集又一立场 因此攻击中国也不足为奇 就在7日 温特劳布在接受巴西当地电台采访时仍不知悔改 妄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统治世界的一部分 因为疫情爆发后全球都在向中国求购物资 这样中国就转翻了 随后他话锋一转又呼吁中国继续援助巴西 他还开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条件 如果中国愿意卖给巴西1000台呼吸机 我愿意跪在中国大使馆门口道歉 并说我是个白痴 有分析认为 尽管请求中国出售医疗物资可以理解 但这位反华部长所采取的言辞及苦肉计 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中国和巴西作为金砖国家 同位人口大国和新兴大国 历来交好 互为全面战略伙伴 温特劳部的辱华言辞只会破坏中巴抗议合作 给两国友谊造成负面影响 若真心想为巴西抗议工作出力 温特劳部就该诚意悔改 多为维护中巴关系贡献正能量 这比下跪道歉的表演秀更加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在温特劳部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后 巴西官员正试图平息风波 并继续向中国寻求帮助 一直在为购买医院物资奔走呼号的巴西卫生部长 路易斯·曼黛塔7日表示 已经和中国驻巴西大使进行了沟通 以确保后者能满足其口罩订单需求 他还对记者表示 巴方需要从中国进口4000万只口罩 参照